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帮助助进朝鲜经济发展 日本首相被进3月22号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晤 普京表示日前目前而日的经济合作 滞后与领袖互进的政治关系 而方有兴趣推动与日本地结合并条约 和按照相关历史宣言解决问题 美国副总统彭斯22号发表视频讲话 支持由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所发起的全国反政府示威活动 同时便表示委内瑞拉协任总统马杜罗 是不惧合法权利的独裁者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在22号已经进入第32天 共和党将在星期四向参议院提交总统特朗普 上周提交的妥协方案 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发表公开声明 指停摆正打击他们的调查工作 顿出各方尽快解决问题 以色列和伊朗关系紧张之际 以色列在22号宣布成功试射了 舰三式弹道导弹拦截系统 能在高空中拦截和摧毁导弹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点名警告伊朗 以色列有能力打击那些企图歼灭以色列的敌人 今天节目首先要关心的是瑞士达沃斯论坛的相关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透过视频在论坛上发表讲话 在谈到朝鲜和伊朗问题的内容是他表示 相信朝鲜问题在2月底会取得进展 感到超小问题 蓬佩奥表示已经取得一些进展 相信2月底将会是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蓬佩奥表示 如果在实现无核化道路上取得实质进展 可以为私营部门创造良好条件 参与朝鲜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朝鲜经济发展 谈到伊朗问题蓬佩奥表示 伊朗在也门 叙利亚 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威胁是确实的 正在联合各方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中东和平 这些地方是伊朗的真正是一场严格的角色 因此我们在建立的国家中间 尽管蓬佩奥强调与盟友一同解决问题 但有运会的投资银行家表示 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参与越来越少 更倾向于建立双边联盟而不是多边联盟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证券会副主席方星海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表示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在6% 方星海指出去年中国消费表现很好 但高房价压缩了大量家庭开销 而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仍然有扩张空间 方星海还提到希望不同部门的外资公司 也可以进入中国 同时也希望扩大双向资本流动 他同时指出美国债券市场是很好的市场 中国不会减少债券市场的投资 另外华为副董事长胡厚坤 22号出席达沃斯论坛时 敦促各国的商界人士要向本国的政府表达 他们对于贸易战的担忧 以免更多的行业受到影响 我会 strongly建议到贸易战的贸易战的贸易战 让他们让贸易战的贸易战 让他们认为贸易战的贸易战 否则我会担心 那些贸易战的贸易战 会增加到很多其他专门和国家 所以在那时候 无论是世界或地区 小或大 无论是什么区域 我们会变得贸易战 华为总事长梁华还在当天表示 华为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 公司欢迎外国官员参观实验室 让他们了解有关的设施以及业务流程 华为稍早时还发表声明指出 公司遵守业务所在国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 包括联合国美国和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 以及制裁法律法规 华为也再次呼吁 希望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能够早日释放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 中美贸易争端是会场关注的焦点之一 有与会的经济学家对方卫视表示 贸易争端持续 已经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成为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牺牲品 美国政府应该在贸易政策上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下桥金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在达沃斯有议会经济学家认为导致全球经济放缓的多种因素中 中美贸易争端显然是关键 美国计划从加拿大引渡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到美收审 也受到迂议者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华为事件体现出世界各国之间存在的吸引人危机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往年一样 吸引到了大批的中国企业参与 这其中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也有很多的民营企业代表 让外界看到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诚意 而且迂议者也希望能够看到中美贸易战能够尽快地结束 否则只会造成两败俱伤 甚至是多方受损的负面结果 富豪卫视 曹杰 张顿 达沃斯报道 相关观众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正在瑞士达沃斯采访的特派记者曹杰 曹杰你好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23号已经进入了第二天 帮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的论坛中 主要关注哪些议题 是的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23号进入第二天 中国话题继续成为会传讨论的一个重点的议题 除了有大量的企业参与不同议题的讨论之外 外界非常关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会论坛发表讲话 外界预计王岐山的讲话内容将会聚焦中国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合作 深化互信来共同面对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除此之外 这次中国企业在达沃斯论坛年会上也参与了各种有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这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一点 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在共同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一起来面对目前社会发展 各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共同的一些问题 除此之外 在23号也有多国的政要将会陆续登场达沃斯论坛 其中包括日本首相埃本金三 以及意大利的总理 还有西班牙的首相等欧洲的政要 都会阐述目前本国以及地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除此之外 英国的脱欧话题将会成为接下来的论坛讨论的一个重点 虽然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不会出席这次的达沃斯论坛年会 但是他内阁当中包括财政大臣在内的多位高官 都会陆续亮相达沃斯论坛 对外界介绍目前英国脱欧进程当中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英国的诉求 希望能够让外界更多的能够关注英国 能够支持英国脱欧的一些他们种种的想法 但是现在在论坛的年会上 我们从各方的消息来看 其实大家对于英国是不是要举行二次公投 或者是选择硬脱欧 普遍都是持一个不看好或者是不支持的态度 都希望英国能够同欧盟继续的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 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达沃斯的观察报道 好的谢谢曹姐带来的相关最新连线 相关话题立刻进入今天的承造点评 有关达沃斯论坛的相关消息 我们要立刻请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我们做进一步的点评分析 邱先早 早 邱先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其实包括了美国 英国 法国的领导人都将缺席 可是今年大家对于整个全球经济发展 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以及不安 你对于这一次论坛将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对具体的结果有什么期待 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政府之间的一个磋商 也不可能形成什么决议 然后来对各国的一些行政 执行能力形成一种牵制或者影响 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话平台 而且我们知道从1971年开始 这个由瑞士的教授Klaus Schwab 亲自创办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已经长达了将近50年时间 那么跨越了从冷战到冷战结束 到现在整个的这个大国崛起 整个各个阶段 那么从整个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它就像一如 包括我们之前有的相隔离家对话 或者在其他各个领域里面的这种对话的平台一样 它是一个政府之间的 一个跨政府之间的 而且是一个可以说是双轨 或者一点无轨 二轨的这么一个一个轨道 所以对话一定是有益的 包括像这次 我们看到无论在中美贸易战 还是包括在华为的问题上 有华为的副同事党亲自出席 包括这个今明两天 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会亲自出席 传几一个种信息 那么来自西方国家 这个沟通总比不沟通还好 这个沟通倾听对方的这个讲话 一定是解除误解的第一步 那么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达沃斯这个世界经济论坛 有它不可替代的 而且历史性的封碑式的这么一个意义 但回归到具体的议题这个层面 它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 首先刚才我说了 它不是一个政府之间的 一个决策的一个平台 它不可能对各国的行政命令 形成一种这个决策性的一种一种影响 或者一种一种牵制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我们不应该对它抱以过高的一些期待 尤其是这一次呢 我们知道这个几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缺席 法国啦 英国啦 尤其是美国 那么这个在目前 今年这个世界局势如此 这个经济形势如此的不确定的时候 美国的缺席 我觉得是对达沃斯经济论坛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所以尤其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更不应该对 在达沃斯论坛上能够取得什么具体性的成果抱有期待 但是对话肯定比不对话要好 那么希望在这个在达沃斯论坛上 包括华为等等在内的一些中国企业的一个声音 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 马上要发表的这个主持演讲的这个声音 能够传递到世界传递到西方 间接的啊 这个能够对舒缓贸易紧张局势有所影响 未见 好的非常谢谢邱先生的点评分析 美国司法部在周围发表声明表示 将会引渡身在加拿大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雷蒙迪在声明当中指出 孟晚舟 提出引渡申请 美方感谢家方在执法方面的合作 美方必须在1月30号之前提出引渡申请 而家方收到之后会有30天的时间决定 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引渡 然后家方司法官员会发出正式命令 此前中国外交部表示 美加任意滥用双边引渡条约 对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严重侵犯 敦祝美方不要提出正式引渡要求 休息一下回来看环球焦点 这一回我们要聚焦的是美国政坛的情况了 尽管美国众议院预长佩洛西早前以政府关门为理由 建议总统特朗普推迟或者是取消国情资文演说 不过美国媒体在22号报道表示 白宫随后马上致信给众议院的警卫官 要求安排特朗普发表国情资文的彩牌 这也显示出特朗普仍然坚持要发表国情资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指出 有高级官员证实 特朗普仍然考虑按照原计划 在1月29号发表国情资文 目前白宫的撰稿人正在准备国情资文演讲稿 福克斯新闻当天也报道称 白宫已经在两天前致信众议院警卫官 要求安排国情资文演讲的彩牌工作 而国会警卫官需要等待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回复 决定是否正式取消对特朗普的邀请 如果邀请被正式取消 特朗普将考虑选择参议院或者其他地点发表国情资文 上周佩洛西致信特朗普建议他推迟演说或者提交书面稿 理由是政府官们存在安全隐患 但美国国团全部随即发表声明称 特朗普按计划发表国情资文不存在任何安保方面的担忧 国情资文是美国总统每年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大厅发表的报告 内容包括国情分析阐述立法议程和国家优先事项等等 有消息称特朗普团队目前正着手准备两份国情资文演讲稿 一份是如果在国会进行演讲针对国会议员的演说稿 另外一份是如果演讲地点不在国会 特朗普针对现场支持者发表的演讲 据悉在佩洛西建议特朗普延期演讲之前 白宫其实也在准备两份演讲 一份是按照政府结束关门撰写 另一份是按照政府继续关门撰写 但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关门很可能持续到29号之后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一华士顿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在22号已经进入第32天了 什么时候重开还是遥遥无奇 共和党将会在本周四项参议院提交 总统特朗普上周提出的妥协方案 不过由于民主党坚持不接受 预料很难通过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 已经发表公开声明表示 政府停摆正在打击他们的调查工作 敦促各方赶快解决争端 联邦政府停摆超过一个月 执法机关联邦调查局也受到影响 由超过14000名现任及退休探员 组成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协会 发表一本小册子 讲述停摆带来的冲击 有探员表示 停摆损害了全球反恐反情报的工作 有案件因为没有资源聘用翻译 影响了打击毒贩的行动 政党之争竟然损害了维护法纪的工作 实在荒唐 也有探员埋怨 他们拼命保护国家安全 却因为政府无法知心 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呼吁民主党接受总统特朗普上周提出的妥协方案 不要将政党利益凌驾国家利益之上 他将会在星期四将妥协方案提交参议院表决 由于民主党反对 预料获得通过的机会不大 特朗普提出的妥协方案 是以延长追梦者等非法入境者在美国的拘留期限 换取民主党同意拨款 兴建美墨边境围墙 结束停摆 但民主党并不买账 一口拒绝 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重申 不能接受特朗普以政府关门来迫使民主党就范的做法 必须先让政府重开 才谈判边境围墙拨款的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相关情况 我们要立刻连线本台 驻洛杉矶记者沙洪系 洪系你好 洪系你好 洪系我们看到刚刚到说 22号美国联邦政府局部停摆 都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现在要等到礼拜四 特朗普提出的妥协方案 有没有办法闯关 但现在看起来不是太乐观 现在美国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没错 特朗普提出这个由共和党洗澡这个方案 是很难在参议院通过 其实都不容易 因为确实因为现在民主党在参议院和共产党距离并不是特别大 在众院方面因为是被民主党控制 所以就更不能通过了 所以现在这个停摆可能还会继续的僵持下去 而现在是历史上最长的停摆是每天都在刷新一个新的历史记录 对于美国社会来说 而且很有可能还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有分析说民众会因为这次政府的停摆 指责整个华盛顿的官僚体系 因为民众看到了现在特朗普是只是打破了很多旧有的政治规范 搅乱了国际的一些秩序 但是没办法去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科学的体系 那华盛顿基本上是天天都在打嘴仗 那这让很多选民是对华盛顿非常的失望 这可能会在即将到来这个大选中的催生出更多更加激进的候选人 他们会声称自己要清理华盛顿会挑战官僚体系 就像2016年的特朗普和桑德斯那样 但是历史经验又证明了说这样激进的候选人 煽动性虽然非常强 但是上任后必然会受到各种制约 没办法去兑现他们的承诺 这也是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决定的 因为这次的停摆受到影响的联邦的雇员 以及他们的家人是有上百万的 那停摆事件也暴露出了美国社会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民众的存款非常少 应对经济危机的准备是不足的 那有数据显示 60%的美国人没有1000美元的存款 另外15%的美国人的存款还不足5000美元 只有21%的美国人有1万美元的存款 接近80%的美国人要等着说每个月领到工资才能去付各种各样的账单 那美国目前的这个就业率是属于在历史的这个最高点 但是经济增长是会慢慢的放缓下来的 那政府的这个停摆也会对经济造成一些影响 那下次的经济危机可能不会马上到来 但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恐怕大部分的美国人像过去一样依然没有准备好 那以上就是我在洛杉矶的几点观察 好的 非常谢谢红系带来的最新链接报道 日本手下美金三22号访问俄罗斯与总统普京会晤 普京表示目前俄日经济合作没有达到规模 经济合作滞后与领袖互信的政治关系 俄方有兴趣推动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并且按照相关的历史宣言解决难题 当地时间1月22号的凌晨2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手下安倍晋三 举行了安倍抵达莫斯科后的第一轮的小范围的会谈 操作休息之后 两人又继续在上午10点举行了早餐会进行会谈 双方表示地阶和平友好条约和解决领土争议是主题 必须要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的信任 俄罗斯总统普京自出 俄日的合作正在积极向前发展 并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是根据共同的看法 少未发生质的转变 因此讨论了自定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 便以扩大双方在各个领域的经济的联系 将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贸易额再增加一倍半 达到300亿美元 普京自出 为了实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 这需要长期艰苦的工作 其任务就是确保和日关系 在质量的水平上长期和全面的发展 当然必须要在两国公众的支持下 谈判者所提出的决定 应当为俄罗斯和日本人民所接受 普京强调 同意继续努力在此前批准的五个领域内 组织南千群岛的联合经济开发活动 建议水产的养殖 温室的养殖 风力发电 旅游和废物处理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 穆斯科和东京 目前正在寻求在不违背两国国家利益的妥协 但是普京也已经提请安倍注意到1956年宣言中的一些要点 特别是岛域的转移之后 岛域将保留在俄罗斯主权之下的法律的主体 俄罗斯专家表示 俄罗斯也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冲破西方的这种制裁 日本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突破口 所以归还两岛和地阶和平条约 这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凤凰卫视卢宇光 巴威尔莫斯科报道 我们来看网页上的消息 只要在英国新的脱欧协议草案 通过前景未明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可能要准备失业了 因为有多间国际银行在达沃斯论坛期间 已经透露出悲观的信息 他们表示说如果英国硬脱欧 他们有可能把总部搬到欧洲 比如说花旗银行的行政总裁高佩德就表示说 花旗现在在英国聘用了大约9000人 如果说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之下脱离欧洲的话 他们将把运营整个搬到欧洲大陆 而且早前之前包括像是瑞银集团的主席魏伯昂 他们也表示了如果说英国硬脱欧的话 那么在伦敦的5000名员工至少有五分之一会受到影响 像我们昨天提到说首相特雷沙梅 已经向国会提出了脱欧协议草案的备用计划 可是很多外界批评说他所提出的内容是毫无新意 因此我们今天选了一个政治漫画 这个特雷沙梅的现在让协议通过的机会 就像是卫生纸一样 无论是plan B plan C plan D 可能最后都会被国会否决 就像是厕所纸一样 抽出来 提出来 用完就丢掉了 再来看到是美国白宫日前公布 酝酿多个月的第二次美朝峰会 将会在二月底举行 地点有待公布 不过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 在第一次美朝峰会之后停滞不前 美朝相互敦促要落实承诺 但实际上未见成效 此外 美国去年底还制裁了三名朝鲜官员 遭到了朝鲜媒体批评 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为双方二次会谈 带来阴影 美国总统克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上演全球瞩目的会面 世纪握手令美朝关系取得突破 双方达成协议 特朗普保证维持朝鲜和平 金正恩承诺致力朝鲜半岛无核化 但却没有谈及具体时间表 及核查机制等细节 第一次峰会结束之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两度到访平壤 讨论落实朝鲜契合进程 在2018年10月的一次 蓬佩奥事后还形容谈判局的实际进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指进展之多 令人难以置信 美朝关系良好 面对朝鲜去核谈判 是否走进死胡同的质疑 自称正与金正恩坠入爱河的特朗普 则在11月强调 对于目前与朝鲜谈判的进程 感到满意 并不急于求成 但并不会撤销对朝制裁 朝鲜在2018年做出了不少让步 包括停止试射导弹机核式 不过却被指拒绝全面披露核设施 平壤也未有确证放弃核武设施 美国依旧对朝实施制裁 华府多次指责平壤政府侵犯人权 又在12月制裁包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在内的三名高官 朝鲜不满情绪升温 官方媒体形容美国是对朝的敌对行为 违背美朝峰会的峰会精神 不过朝鲜批评美国时 不再对特朗普指名道姓 甚至表示称赞 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文告时也说 准备好再和特朗普会面 重申对推进朝鲜半岛全面无核化的坚定承诺 金正恩同父义母兄长金正男 2017年年初于马来西亚吉隆坡遭毒杀 一度领美朝关系急速恶化 美方在经过一年调查后 去年二月谨责朝方使用化学武器进行暗杀行动 并对其追加制裁 大案件的影响力逐渐消退 朝鲜官员早前曾非正式的就越南国民 被控暗杀金正男一事表示遗憾 越南也成为第二次美朝峰会的可能地点 中华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针对第二次美朝峰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外界认为 他可能想借此转移外界对于美国内政的焦点 而对此美联社助评长记者韦伯在接受放卫视访问时表示 外界应该多聚焦美朝关系进展 他同时预料美韩今年可能仍然会限缩联合军演规模 我认为主要是 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情况 一第二次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认为 非常重要的时刻 为了解释和指引 要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改动 约的产约和港关系联合 最终的症候が可能仍然会 flooding进行 在未经济期间 和长期中南社会的遍 所以我认为 roadmap和可能性は 可能性的通知 始终的进行越袁 当然,从北韱的南部 预的看法 不想抗视远中国总统特朗普的东西 sells not domain think which would dominate this kind of second floor for the US and North Korea to sit down at a table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main US and South Korea joint exercises which has taken place now for years and decades have been in the spring and the autumn so we still have a couple of months to go before anything might be clear about that I guess that based on last year's result of the Singapore summit as well as the US position s since that summit it could be likely that if there is continuing progres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that the US would try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not carry out exercises together with South Korea at such a large scale as has been done in years previous to two thousand and eighteen 休息一下回來看兩岸三地消息 大家好我是林韋傑歡迎收看鳳凰早班車 如果您剛剛加入我們的行列有一分鐘時間幫你整理今天的新聞重點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透過視頻在大沃斯論壇發表講話 談到朝鮮和伊朗話題時他表示 相信朝鮮問題在二月底會取得進展 並表示如果實現文化化的道路取得實質進展 可以幫助促進朝鮮經濟發展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二十二號訪問俄羅斯與普京會晤 普京表示目前而日的經濟合作 滯後與領袖互信的政治關係 何方有興趣推動於日本地結合衡條約和按照相關歷史宣言解決難題 美國副總統彭斯二十二號發表視頻講話 支持由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 委內瑞拉國民議會主席 瓜伊多所發起的全國反政府示威活動 彭斯並且表示委內瑞拉現任總統馬杜羅 是不具合法權力的獨裁者 美國聯邦政府停擺 二十二號已經進入第三十二天了 共和黨將會在本週四四 三月提交總統特朗普上週提出的妥協方案 聯邦調查局探員協會發表公安聲明指 停擺正在打擊他們的調查工作 敦促各方儘快解決問題 以色列和伊朗關係緊張之際 以色列二十二號宣布成功試射了 箭三式彈道導彈攔截系統 能夠在高空中攔截和摧毀導彈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不點名警告伊朗 以色列有能力打擊那些企圖殲滅以色列的敵人 回來我們來看到一則報紙上的消息 從去年內地女明星范冰冰陷入了逃稅風波之後 官方向影視業下達了最後通牒 要求這些藝人們要在2018年底之前 自首把欠下的稅款通通補齊 那現在情況如何呢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啊 這個國家稅務總局統計 從去年的十月份到十二月底 稅務局一共是收到了影視行業 納稅人申報的稅款高達了 一百一十七億元人民幣 當中的一百一十五億元已經入庫 但是呢目前呢自查自究階段 已經正式結束啦 接下來要進入的是督促糾正階段 接下來把鏡頭轉到台灣 台灣有哪些焦點新聞 把時間交給台北站記者藍金圖 金圖早 本日早 各位觀眾早安 台灣方面來關注 蔡英文政府上任後 積極推動所謂的轉型正義 其中去講話的做法 包括移除蔣介石的銅像 以及有意拆除台北市著名景點 中正紀念堂 都受到社會輿論高度質疑 一名資深藝人對蔡政府去講話的做法不滿 二十二號在一場參會上 動手打了文化部長鄭力軍一巴掌 之後雖然對失控的行為道歉 但仍堅決反對去講的立場 蔡政府執政以後 積極推動促進轉型正義 其中一連串去講行動 包括拆除蔣介石同像等 引發台灣社會輿論討論 二十二號台灣文化部長鄭力軍 出席關懷演藝人員春節參會 席間一名資深藝人 因不滿鄭力軍力推去講 動手打了鄭力軍一巴掌 一時情緒的激動失控 會中願意再次 再次向鄭部長您表達歉意 去講話就是否定歷史 要去講話是不是也要去日話呢 去講是不對的 因此我願意為我今天的行為道歉 但是我不願意為去講話一式道歉 這名資深藝人事後召開記者會 對自己衝動表達不滿的行為道歉 但仍堅持反對去講的立場 被問到動手打人的原因 他痛批鄭力軍推動廢除中正紀念堂 一點都不懂的感恩 打他是剛好而已 去講不是台灣人民的共識 身為文化部長為傾聽民意 推動去講話 撕裂台灣人民的情感 我鄭重的聲明 我絕不為此事道歉 鄭力軍事後在網上發文 稱期待彼此能夠對話討論 但不該以暴力形式表達意見 國民黨則表示 不贊成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心中不滿 但也批評蔡政府 利用公器達成去講目的 才會招致反彈 鳳凰衛視盧冠菲蔡榮仁台北報導 台灣報紙焦點來看的是中國時報 台灣涉外部門宣布將撤換掉駐日的副代表 引起政壇的關注 官方雖然說人事異動是原則性的規範 但國民黨立委就質疑 台灣的駐日代表謝長廷 經常在日本評論台灣的政治 指手畫腳 但對促進台日關係沒有幫助 是最不務正業的駐日代表 要被換掉的人應該是謝長廷才對 外界推估蔡政府是基於政治上的考量 無法換掉謝長廷 因此只好另派副代表 來繼續貫徹蔡政府的意志 接著繼續看的是中國時報 台灣近日受到強烈冷氣團的影響 流行感冒病毒活躍 北台灣六個縣市的疫情頻傳 全台在上週新增了57例的重症 其中有36件都在北台灣 而這波疫情已經造成三人死亡 官方現在就擔心 即將到來的農曆春節假期 病毒會南北融合 疫情在大年初二和初三 恐怕會達到最高峰 而台北戰今天採訪重點 要繼續關心的是這波強烈冷氣團來襲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今天將和國民黨籍 民意代表一同舉辦寒冬送感活動 將贈送六千公斤的白米給台北市的低收入戶 讓弱勢民眾可以安心 度過緊接而來的農曆新年 而另外蔡政府上任以來 因為錯誤無能的兩岸政策 執政兩年多以來 已經有五個國家和台灣斷絕所謂的官方關係 近日是傳出中美洲國家海地和台灣的官方關係出現了危機 不過台灣市外部門是否認了這一項消息 這項消息我們會持續的關注 接下來時間再交還給韋傑 好的謝謝淨圖帶來台北戰的重點消息 接下來帶您關心採集消息 受到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反擔憂情緒的影響美國股市的三大股指 在週二是全線收跌 具體數字方面 道瓊斯公認指數收在24404點 跌了301點 跌回1.22% 納斯拉克指數收在7020點 跌了136點 跌回1.91% 標普500指數收在2632點 跌了37點 跌回1.41% 詳情請看紐約戰記者發回的報導 我們來看星期二美國華爾街股票市場走勢情況 美國在經過長周末之後 星期二一開盤就是下跌低開 主要是隔夜 擔憂全球經濟增長減緩方面的消息 對市場的心態造成負面的壓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降了2019年 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預期 同時隔夜也傳來的 中國的GDP增幅是出現弱勢 對美國大型國際相關的一些行業股 和各股都造成了大幅的這個負面的壓力 在下午的時候又傳來中美之間貿易談判 將遇到了一些不順的這樣一些消息 所以導致跌幅是超過了400點 不過美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問出面澄清 認為兩方面還在緊鑼密股的結束過程當中 跌幅就有所收窄 那麼大型的個股當中呢 包括高盛公司卡特皮勒公司 以及杜邦公司 都是同經濟增長相當敏感些個股 都受到投資人的拋牙 行業類股當中則是能源類股工業類股領跌 而科技類股也是呈現一個負面的走勢 石油價格持續時出現走地 總來說華爾街表市場 雖然也是看好公司盈利的前景 並不是太負面 但是對前景的預期 投資人則是高度關注 所以市場心態是相當的神神 以上是星期二情況 報告一時旁者紐約報導 美國政府停擺已經超過一個月的時間了 受此影響有超過40萬政府雇員被迫放假 也至少有20家前往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 被迫暫停審批手續 另外紐約市則是被迫要暫停低收入福利 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監管審批程序被推遲 被打亂的原始股上市發行計劃 令股東機構投資者以及紐約眾多投行感到緊張 據統計目前有超過20家中國公司 向美國證監會遞交了上市招股書 並原計劃在春節前後掛牌上市 正在交集等待 其中近一半公司來自金融行業 美國證券交易監督管理會 網上執法部門主管施塔克表示 情形直接影響了員工數量 在4400名員工中 僅有285名機構員工仍在工作 員工還被禁止在公司或其他地點查閱 與工作相關的往來郵件 如若違反將構成違法 內幕交易必將視如泉涌 而面對停擺 紐約市長白思豪對外宣稱 若情況繼續白熱化 3月1號起 紐約政府將無法為160萬 紐約低收入市民發放食品券等福利 並建議民眾合理規劃消費 紐約聯儲行長威廉姆斯近日表示 停擺已經成為經濟增長新阻力 美聯儲應採取審慎耐心的貨幣政策 支持國內經濟增長 根據勞工部數據 紐約市約有5萬聯邦政府雇員 據稱政府機構將決定被解雇和停薪的員工數量 除了保留必要的健康和安全職能部門外 其他部門都將關閉 數據還顯示 紐約市最大的聯邦政府部門是退伍軍人事務部 擁有近1萬名當地雇員 網路維視陳清偉定業 紐約報導 休息一下回來看專線大觀 歡迎回來 在以色列與伊朗關係緊張之際 以色列在22號宣布成功試射了 箭三式彈道導彈攔截系統 國防部形容這大大有助於以色列 應對目前以及未來的地區威脅 以色列國防部表示 反導系統的雷達捕捉到中部發射的模擬目標導彈 之後發射攔截導彈 成功將目標導彈擊落 箭式反導系統由以色列和美國聯合開發 是多層次反導體系的最外一層 旨在攔截大氣層外的洲際導彈 特別是攜帶核彈頭和生化彈頭的導彈 是為數不多能在高空中途攔截和摧毀導彈的系統之一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測試成功後 特別到航台中心參觀 他感激美國支持以色列 發展包括這款系統在內的防衛系統 他又不點名警告伊朗 強調以色列擁有世上最強大的攻防系統 有能力打擊那些企圖殲滅以色列的敵人 以色列近日接連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朗設施 阻止伊朗擴大在敘利亞的影響力 空襲造成21人死亡 大部分是伊朗人 鳳凰維視綜合報導 美國副總統彭斯22號發表視頻講話 支持由委內瑞拉反對派領袖 委內瑞拉國民議會主席瓜伊多所發起的 全國反政府示威活動 彭斯在視頻當中表示 美國支持瓜伊多領導的國民議會 擁有憲法權利支持建立過渡政府 並且認為馬杜羅是不具合法權利的獨裁者 委內瑞拉反對派計劃在23號 舉行全國大規模抗議 旨在推翻馬杜羅政權 而就在前一天 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視頻講話 對反對派表示支持 並稱馬杜羅是不具備合法權利的獨裁者 他從未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 而當選為委內瑞拉總統 彭斯在講話中多次使用西班牙語 試圖拉近與委內瑞拉人民的距離 他還稱讚反對派領袖瓜伊多的勇氣 強調美國對他的支持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 從1月10日展開第二任期後 13個美洲國家外交部長發表聯合聲明 稱不承認馬杜羅是委內瑞拉總統 而美國政府也對美洲國家的聲明表達支持 彭斯指出馬杜羅的就職是一場騙局 美國不承認選舉結果 之後彭斯在15號親自致點瓜伊多 表示美國支持委內瑞拉人民 在自由沒有脅迫的情況下選出領導人 鳳凰卫視 王冰如 王天意 華盛頓報導 美國國會兩名共和黨議員 22號聚信特朗普前私人律師科恩的律師 詢問科恩下個月參加國會聽證事宜 而科恩方面表示 聽證內容 將不包括檢方正在調查的多個案件 而科恩本人起初並不想參加聽證 美國國會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的 兩位共和黨議員 週二致信特朗普總統前私人律師科恩的一位律師 彼得·李洛 問詢科恩2月7號 前往國會參加聽證的事宜 信中指出 科恩的另一位律師戴維斯 曾告知國會 科恩的聽證答覆將不包含 檢方正在調查的案件內容 科恩將不會回答 有關欺騙美國政府 個人財務問題 向美國國會作假證 以及特朗普競選陣營經費違規的問題 戴維斯還表示 有關科恩前往國會聽證的事情 他與委員會主席卡明斯已經商討了一兩個月時間 而科恩本人起初並不願意參加聽證 是律師戴維斯說服科恩前去聽證的 戴維斯表示 科恩參加聽證的目的是向國會分享 他與特朗普共事期間發生的個人故事 以及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後 科恩的個人經歷 戴維斯稱 預計科恩答覆的內容可能不會令國會議員滿意 當天的信件有兩位資深共和黨議員 喬丹和梅多斯撰寫 兩位議員在信中表示 對戴維斯的回覆感到不滿意 因為有很多問題沒有回答清楚 美國政治家雜誌分析指 這封信件列舉出 共和黨對科恩參加國會聽證的擔憂 並質疑這次聽證的安排 是否由民主黨發起和策劃 企圖造成媒體轟動 從而對特朗普總統造成打擊 有分析指 民主黨人已經表明 準備問詢科恩大量問題 其中有很多內容可能與檢方的調查重合 如特朗普總統是否曾指指科恩欺騙國會 有關特朗普集團在莫斯科的商業項目 鳳鴻一時六三號 陳一秋 華盛頓報道 來看一個網頁上的消息 美國在少數族裔的歧視以及分歧 是不是變得越來越嚴重的呢 早在2017年特朗普在推特發文宣布 美國將不再接受或者是允許 跨性別美國公民在軍隊服役 理由是巨大的醫療費用以及分裂 當時代表跨性別者的團體提起了訴訟 第一次這些跨性別團體贏了 當時法院頒布了全國禁令 禁止特朗普政府改變奧巴馬總統政府的相關方向 也就是說當時特朗普是不能禁止這些跨性別族裔從軍 可是特朗普政府不服提出了上訴 而就在本週二最高法院解除了這些初步禁令 也就是美國軍隊是有權力禁止某些跨性別人士參軍的 但是呢美國的最高法院裁決之後也宣布要求相關的訴訟 還是需要經過法庭逐級審理 第九十一屆奧斯卡金項獎二十二號公布最終入圍名單 其中羅馬和寵兒都獲得了十項提名領跑提名名單 而一個明星的誕生則是以八項提名緊追在後 而黑豹則是成為首部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超級英雄電影 影片羅馬和寵兒都獲得了十項奧斯卡提名 羅馬成為首個在網絡平台播出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電影 一個明星的誕生以八項提名緊隨其後 黑豹獲得七項提名還令人意外的成為首部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超級英雄片 明導斯派克里首次獲得最佳導演提名 其指導的影片黑色黨徒也獲得了最佳影片提名創造律史 此外波西米亞狂想曲綠皮書副總統和冷戰等影片都獲得不同獎項的提名 頒獎典禮將於2月24號在好萊塢的杜比劇院舉行 原定主持人哈特因為爭議事件卸任 導致今年奧斯卡將成為歷史上第二次沒有主持人的典禮 美國媒體預計届時包括漫威超級英雄在內的眾多明星可能會串場表演分擔主持任務 鳳凰卫視商務系徐濤洛杉磯報導 最後帶您看一下天氣 优优优独 nove織 今晚堡今晚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